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市部長 與會練習的首長 是不是請那個市部長跟楊署長 請楊署長跟市部長 您問您好 市部長您好 我想市部長 上次有針對八八水災過後 那本席有提過說 這個關山地區上面那個第八河川局所執掌 北南溪 那個整個 尤其那個河流裡面 這個 可以說 玉砂非常的多 而且 上次也會看過 那 這個部長有沒有時間應該要去看一看 或者是署長這邊 確定有沒有去了解過 這個案子我們在中案處理 我是不是請署長報告一下 好可以 是 感謝委員的這個質詢 我想 這個案子我們在委員上次提到以後 馬上就由我們的第八河川局的局長率領相關同仁去看過 那我個人在最近要下去看 那 應該要去了解一下 是 因為齁 他這是在上游 齁 那北南溪在上游 但是關山在下游啊 那我上本席上次去看過齁 那個玉砂確實很嚴重 你要是說 再下一次齁 因為防汛期馬上來 已經從五月開始就進入防汛期 齁 因為從那個 海端鄉齁 進去啊 南橫的裡面 每一次只要下大雨 齁 這個 下來的這些沙死啊 幾乎一次都可以達到 將近一百萬 利米方啊 那是很嚴重的 齁 那你改天要是說 真的大雨來的時候齁 從上游啊 這個整個齁 要暴障的話 可能整個關山都會把它淹沒 像小庭村一樣 我是希望說 部長跟署長在這方面一定要去重視 齁 不要再造成第二個小庭村 齁 因為我一直提醒 第八河川局的陳局長 給他講過很多次了 齁 第二點齁 我要請教齁 齁 那個 因為那個現在齁 這醞釀很久了啦 就是那個真文水庫啊 要跟 南華水庫要和屬 就是在燕朝辦公啊 齁 那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真文水庫是 台灣最大的水庫 齁 齁 那人也最多 那為什麼一定要跑到燕朝去 而且 這個其實是勞民傷財 齁 齁 我認為說 這個部長 在這方面齁 齁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事情 我稍微聽說一下 齁 但是細節沒有了解 請書長來報告一下 比較好一點 好 楊書長您來報告 是 這個案子因為 南區水資源局的轄區範圍 蠻非常的廣 那目前辦公的地點 分成真文水庫 跟在屏東地區的辦公室 是 那阿公店水庫是 最新的一個 經過改造的一個水庫 在改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規劃 因為分散辦公對行政效率 跟對同仁的這個業務 這個效率的提升 是會有影響 所以當初就規劃 合屬到這個阿公店水庫的 辦公區去辦公 但是目前呢 因為同仁分散在各地去整合 相當的不容易 所以 已經有幾年 一直在開這個 跟同仁來做協調 那目前的這個 規劃的方向呢 是在今年的迅期之前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變動 但是在迅期之後呢 我們會跟同仁再做進一步的來 跟他們說服 因為有一部分的工作 確實 確實呢 合屬辦公室行政效率會提升 所長 我一直探討 就是台南是不是現在有十個 大橋水庫有十個 台南 對啊 那你大橋水庫有十個 你說今天搞到彥巢去 你說 因為他是 從屏東上來 還有 這個 從台南過去 就在中間 因為最大的水庫還是真文水庫 所以說這一點 我認為 署長在這方面 要好好的去考量 齁 那另外齁 我再請教那個部長齁 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這個 我們要是跟對岸簽訂以後 那FTA 那FTA 就是 第二 對岩 對岸 對岸不要再阻撓我們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我們 而且齁 而且齁也多耗費很多錢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看 替代人員齁 讓整個國家 尤其是 買那麼多的替代人員齁 那個損失多少 那這是 沒有辦法去 核算啦 齁 不得了 齁為什麼電價那麼貴 今天核電是 最經濟的 而且齁 最環保的 但是 不做的話 真的會有問題 齁 所以說我希望說那個 進度啊 一定要把它掌控好 跟委員報告 目前核四工程的進度 除了 台電以外 經濟部都有專案小組 每天每天都在追蹤的 所以進度抓得很緊 好 另外齁 我最後一個齁 就是 要跟部長特別要求齁 因為 台電齁 剛剛那個 賴委員 有特別提到 他有很多的 土地 很多的資產 但是台電裡面 他本身有一個 管理資產的 就是專門在 處理都根啊 甚至於核建啊 這個處理這個 財產的一個課 那叫什麼課啊 抱歉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是不是 我認為那個課是 效率非常差 因為齁 本席有接到一個 選民的服務案件 他的土地有 占百分之九十 台電只有百分之十而已 但是台電併在他 裡面去改建以後 台電可以蓋大樓 你要是 一點點土地齁 自己要改建 自己要處理的話 可以說 那個齁 根本就沒有價值 但是併在人家裡面 蓋大樓以後 那個價值是 暴增不知道幾倍啊 結果齁 光辦一個手續搞了兩年啊 搞了兩年 結果那個 那個來拜託我 那個服務的那個人 他一直跟我說 乾脆我把它切掉 我說你切掉齁 是國家的損失 齁 因為你台電只有幾十坪而已 人家是 他的十倍捏 結果你搞了人家手續兩年 他說我光那個土地的利息 都不得了了 所以說我認為那個齁 你要是台電沒有辦法處理 像這樣的土地 乾脆就整個移撥 給國有財產局 他們是專業的單位 由他們來主導 由他們來主導 不必台電來處理這個 因為齁 這個我相信我們很多 立法委員會 呃 選民的服務案件 會 這像這畫面 會很多 齁 那竟然沒有效率 沒有效率就轉個單位啊 因為他們不敢扛責任 也不敢扛 都怕事 齁 都怕土地他人 然後找很多的手續啊 辦一堆 一直搞兩年 我認為說 國有財產局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單位 齁 那不妨你們台電 把所有的那些 呃 現在可以活化的土地啊 全部移給國有財產局 讓他們來主導 台電不要負擔這樣的一個 一個工作 您在看完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可能回到很多國營事業 包括台電中有 除了台糖以外 欸 台糖有個土地開發的專業部門 嗯 其他大概都沒有 都大概都沒有 是 那麼呢 所以對土地的處理過程呢 會比較容長 而且專業顯得不夠 那這一點呢 我們會請國營會啊 去跟台電討論看一看 是不是要把這個整個土地開發的這個 處理的這個層級啊 能夠適當的拉高 讓他處理更有效率一點 因為齁 同事國家的 乾脆你就給國有財產局 他是很專業的單位 由他們來處理 我認為是非常適當 齁 因為你一點點土地 然後 你要是說今天人家放掉以後 整個國家是真的損失 齁 那你可以把它活化 而可以要 這個跟現有 可以說報徵好幾倍的價值 為什麼不做 然後就怕事 那個事情都怕土地他人 那你乾脆沒有做為 就乾脆把這個單位收掉 齁 那你就不要 就是由國會財產局 直接來主導 我認為這樣最適當 我剛剛提到 這事情可能要從 台電內部的組織的 這一些層級上來思考 能不能把這個 整個土地處理的這個層級 把它拉高 否則在課裡面啊 他真的層級很農場 要處理可能會很困難在那邊 高兩年耶 所以說我希望 你把他記起來 我記下來 去做內部檢討 做內部檢討 做內部檢討以後 看怎麼去提升效率 聽懂 因為你沒有提升效率 跟著 跟著 真的 到最後齁 這個造成民怨 了解了解 造成民怨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